大言演于是 在繁忙热拥挤的上海华海中国旁的老弄堂里 竟然有一家本邦面馆 连续五年获得米其林推荐 不仅如此 还登录过国内外各大电视台的美食节目 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 如此低调 居然还是24小时营业 进来之后更是别有洞天 装修风格可以说是小枝精致 中西河壁 色彩搭配上很像复兴中路上的百年历史建筑黑石公寓 这么小的空间竟然可以做成三层 不知道是前人的智慧还是后人的材质 总之这装修和结构太好看了 有面有粥有饭 不知道怎么点就看招牌二字 竟然还有白汤阳春面又长见识了 旁边则是招牌焦头 麻油膳丝 上面两个小菜 分别是白酌食酥和卤丸丹 这碗阳春面非常与众不同 面要粗一号 汤也要浓很多 好像是加了猪油 先单独试试这碗面 这面入味而又筋道 这汤清爽而又浓稠 6块钱一碗 这么高的性价比 太对得起米其林火海路老弄堂这三个词了 再来试试这招牌的麻油膳丝 膳丝切得很细 也可以看得出来很嫩 膳丝不仅很嫩 而且很入味 青椒一点都不辣 二字搭配起来就一个字 好吃 刚才是错误的示范 这才是正确的吃法 搅合搅合就可以吃了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一份再补通不过的阳春面 也可以带来惊喜 一份豪华的麻油膳丝 更是耐人回味 二者既可单打独斗 同时也可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白酌生菜 还有热乎气 看着只有一小碗 包的也是里三层外三层 生菜也就生菜味呗 还能做成牛排咯 它解个腻 还是绰绰有余的 最后的卤丸醇蛋 我要给个差评 难道是看我没买饮料 故意整这么干 又是吃饱喝足的一天 那我们明天见 天天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一直都看到这里 留个关注再走呗